青棟社区是新北市兵客区大力推动的新北优先社区 这次开办北军德南的库庭 设作平衡的路线社会参加以及丽党酒店 今年增加了行销的库庭 利用人人都有的手机啊 客室娘娘以及甘娘品 希望能够修正当地的观光丧业伙点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会用手机啊记得生活 看到感觉漂亮他们才是有处比的过敏 提起手机啊他们才是起手机就来起来 放在网络和大家来分享 现在这些不仅是少年人的专利 在这次冬社区有一个专门 人间还是比较动态念念专专 背后各人的第二专业 邀请到伟青导演来这边教大家如何行销 拍照啊 摄影啊 然后不管是商店街或者是要宣传自己的商品啊 或者是旅路的导览 我们都就是有就是请导演教我们说 要怎么样去行销 要怎么样去宣传剪辑拍照 让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进来 然后让更多人就是提升这边的就业率 别的地方可能没有办法这么一应俱全啊 比方说我们会有铁道啊 会有煤矿啊 会有是市建筑啊 会有自然的瀑布啊 会有步道 会有五分三啊 其实这些东西在其他的一个乡镇室有 我接过外那个南部的传题 他说很少看到 我们这么可爱的乡镇室 有这么多的人文古迹跟历史 所以我们比较可惜就是 我们有手机都不会使用 所以这个课程很好 让我们大家都来练习 然后我们把别人 或许游客来看不到的点 因为我们是本地人啊 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拍拍啊 收集一下 然后把它po上去 现在是辅入中心 三当前协助七当地区 开始做八分图乱丸的课定 从路线的故事到关锁 留在在图乱丸的工作当中 并加上手机的行销课定 将在地的这些商品来做提供 改革中国人路线主要的问题 我们金铁桶现在就是 比较中高年龄的女性 留在当地嘛 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 用手机 人手一只的手机 也不用什么专业的机器 用手机就可以拍照 然后去摄影 录影 然后去做出好的一个照片跟影片 能够比如说放在FB啊 YouTube啊 这些社群媒体去打卡 然后能够推广我们这边金铜的产业 这次的活动我们要感谢 祝福社会局 和福务中心 对我们社区的帮忙 这个活动最少是要介绍 我们并且秦皇亲的水 它水的周围 大家都有时候都没有了解 我们这次 透过这个摄影 拍照摄影 从这些水流了 咱们要望路 尽管 让大家来看 最后一旦大家 无法来这儿 参观 可以透过这个网路来 了解我们并且 秦皇这些美 市长当地的 适数美金和生活方式 需要在地人 自己用心记录和提供 透过的念念 让市长当地的适数美金 来保存就来 也能起应 要念念的人来到这儿 让市长 新闻专台 日本拍下的重要景点 大当市长当地的经济和观光 接着综合报道